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7月20号 我们从这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喊多到昨天 终于在昨晚比特币证明了自己最高涨到了67,391 一直看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67,000到67,500这里是关键阻力位 如果能上去的话就是7万 昨天一波拉升群里很多小伙伴都兴奋了 那67,500这个阻力位可以过去吗 狗庄是不是想直接破新高了呢 废话博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大连今天凌晨2点钟稍稍 周线级别 ABC三浪后的反弹还不错 上方三个潜在可能阻碍的级别 月线周线大盘整区VH 相当于提大认为上方的压力位在67,555 突破了后上方压力位是69,642 这周线和月线级别阻力 随着他接着分析 一小时盘口 目前依然是量增价涨 这其实在华尔街周五的时候并不常见 还不错的几项 好 这是提阿菲罗提大今天的观点 相当于今天凌晨比特币66,500的时候 提大通过盘口数据分析 得出比特币还要继续上浪的结论 确实 今天凌晨的时候 比特币涨到66,500那里停了一下 很多人要在那里开空 实际这个地方通过盘口来看 量在不停的增大 说明狗装并没有停止拉盘的意思 提大看的还是很准的 不愧是老江湖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 Deniel 他在昨天下午4点半时候说 目前是回调至每日早间更新中 提到的价值区域低点 随后Eager直播中分析了一下 比特币目前重要支撑位 63,700到63,800区域 当前的关键支撑位 62,400 Eager设置了警报的位置 跌破此位可能转为看跌 62,600 价值区域低点 6万美元 更低的支撑位 重要阻力位在64万 突破此位可能表明趋势转强 66,100美元 前期高点 66,200美元 裸价值区高点 交易策略 保持看涨偏向 除非跌破62,400 在63,700到63,800区域 寻找做多机会 但需要谨慎 等待价格重新回到 P周期开盘价之上再进场 关注30分钟图表上的 单向时间结构突破 突破64,400美元 可以积极做多 Eager认为 目前仍然处于 上升趋势的整理阶段 好 Eager这个分析 可以说非常的精准 可以说是名字包单 比特币突破64,400的话 就看66,100和66,250 昨天比特币 确实涨到这里卡住了 然后又向上 就冲击了一下 从每天早上更新来看 我仍然在做多 我解释了 为什么我会在VL复合做多 24小时后 这正是我们获利更多的底部 这将是我们保守 交易账户的又一次胜利 100%的胜率仍然在继续 我做最好的交易 我赢了 这就是方法 请告诉我 线上还有哪个交易者 可以复制这个 甚至连我自己都很惊讶 在这么多次交易后 胜率依然是100%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丹尼尔这个公开账户 胜率是100% 交易了29比 但是他是蚂蚁仓 只盈利了1786刀 小仓位心态好 所以我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接着说 这个日间交易 现在也变成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波段交易 就是他56800开的多 盈利了4758刀 接着在今早2点钟的时候 他接着分析 如果价格在本日转为支撑位 75500万美元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主要目标 五连胜 因为我有一个交易消息 干得好兄弟们 好 这图表冠冠军 丹尼尔和他的金牌飞之 一个的观点 丹尼尔近期未尝败季 很不错 这个56000多单 他盈利了5000刀 本周末他估计要放假 他说的是 如果比特币站稳的话 下个目标就是75000 创新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他们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明哥 他在昨天的时候 让大家抄底PP 长期看好 现货死拿 接着在昨晚9点半时候 他说 PP这两个位置比较像 如果回调的话 可以继续加大现货仓位 接着他分析 比特币上探 昨天收的红色压力区 稳住的话就说明 这两天的震荡 是12345中的四浪 然后嵌一波到68000的五浪 如果稳不住 就说明62到66000 这个波段已经走完第五浪 然后这里再走向下的 深度调整 到58000去 但其实不管怎么样 短期高点是66000还是68000 都有比较大的概率 去58000起盘 我的仓位目前没变 之前合约平了 现货留着 现货PP仍然是大头 现货不出是因为 对这两个月整体看好 不因为小周期趋势 判断失误而踏空 主张大家也这样 合约赚了就跑 然后收益用于加仓现货 合约这里认为风险太大了 以太坊的ETH快通过了 可能到位回调 或者冲一波再回调 等高度确认的机会再上合约 好这是米哥的观点 他认为这波比特币到66000 68000就到头了 其实这个观点跟刘依东很像 就是这轮第四浪 涨破了66400之后 往上涨多少不知道 涨完之后会回调 但是米哥看的不太高 最高只看68000 Dannyl敢看75000是吧 现在米哥同样不确定 他的做法是最近不开合约 只存现货 并且以PEP为主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薄阳 他在昨天下午2点半 就给了三个交易计划 一个是比特币如果回来到 63945开多 最终只因为放在65122 第二个空单计划是 比特币涨到65371开空 止损放在65743 第三个交易计划 就是让大家在 62945开多 这一单直接失效 根本接不到 随后他分析 等待一些多头在此做多 否则这里是一个 很好的盘中低点 我们也高于VWAP 如果比特币多头在这里突破失败 我们就会跌破62900的低点 接着在昨晚8点半时候 他接着分析 比特币走势不如预期 所以我整个上午都不在市场上 等着纽约开盘时出手 我们下方低点不加 开盘前请记住这一点 接着开盘之后他说 今天我这里跑掉了 我们有按照计划进行交易 没关系 我们又不是玩口袋妖怪 没有必要把他们都抓起来 我对本周的盈利很满意 至少在交易中 不赔钱比赚钱更重要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那样 你就会被止损 因为失效是局部的 而不是低于日线的低点 即使我说 我感觉周五的低点已经出现 我们不能凭感觉交易 而在第四个低点后 也很可能会被抛出 如果你是这样交易 你就赚到了美元 就是同样的点位 因为薄阳这个多单的止损 放在了63600 上涨前最低差针差到了63400 所以这个多单会被损掉 薄阳就是这样 就喜欢这么极限 接着他说 大量多头开盘 直到我们失去他 他才会健康的向上移动 给多单被插针插爆了 但是他在昨晚10点半的时候 比特币65600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 依然还能向上移动 像他说的 我们又不是在玩口袋妖怪 不见得可以抓住每一次机会 很可惜 薄阳要是抓住这波上涨的话 本周的战绩那就异常好看了 不管怎么样 薄阳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的报单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漂亮 他的金牌特里 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说 ETH消息面 1.市场对于美国批准以太坊 ETF乐观情绪增加 2.蓬勃终端以添加部分以太坊ETF 为下周开启交易做准备 3.或许下周退出的以太坊ETF 始终有9只已经公布费用 目前只剩PRACETF未公布 技术面 日线中价格自周一上涨 维持在3350到3500区间震荡整理 上方3500关键压力位 飞波拉机0.618翻转点加前期高点 需要时间消化 4小的途中 MAC底和K底在技术面上展开修复 前者应处于零轴上方 结合目前趋势来看 即便回落也无需担心 关注MAC底回来到位后的第二次金插买入机会 EMA均线方面 短期EMA有上穿长期EMA均线的起向 总结 波头格局未变 目前修复只在更好的上涨 交易策略 多单 3200到3200附近分批做多 止损3100 目标3550 3700 3800 现货加波段 于周二思路不变 多单 3350到3500区间高抛DC 止损50点 目标可参考此距禁的上下沿位置 日内短线 一天累 注意 临近周末 在最近利好扎堆的情况下 需要留意市场此利好提前开启新的一轮多头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 可以参考以下交易策略 多单 强势突破3500后 等回在此位置附近 进行右侧多单交易 止损3420 目标3650 3800 突破多单 短线加小波段 好 这大漂亮金牌分之特利的观点 以太坊昨天最低3370 3350接不到 但是它的方向是对的 它认为近期利好 有可能提前开启多头 狗庄果然就如它所愿了 目前来看 下周很多美股都可以买以太坊的ETF了 利好没断哦 目前以太坊确实已经突破了3500 它这个多单已经生效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大漂亮金牌分之特利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止盈哥 他同样在这轮回调 比特币54000的时候抄了底 一直疯狂的很多 他在前天的时候说 正如我提到的 现在比特币将在日线上形成牛期 区间为66000到67000 62000之后的下一轮上涨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 66000小修正达到 每个T5人都买入了 当前周期中比特币的确切底部 的确 相提底部加下方灯水 也是大量买入区域 我告诉过你 现在已经在72000区域被拒绝了4次 下一次的尝试将是突破 不会再被拒绝 道路是明确的 耐心是你唯一的朋友 好日子就在前方 历史新高即将来到 让那些怀疑的人哭吧 相当于只应该直接看得到82000去 他跟Daniel的观点有点相似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犹豫 直接就堵了一手挥破新高 没有中间那些过程 随便接着说 4年来 我一直告诉你美元将有比特币支持 很多人说我疯了 时间会证明一切 大日子 特朗普将在现场就比特币发表讲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看空 接着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他分析 比特币下一步将升至7万 然后轻松破前高 朋友们 你们开心吗 不会有更大的调整了 10%甚至更多 我的下一个大的目标就是87000到88000 预计下一次修正在这里 分享我你的利润 我会在完全退出时告诉你 可以 我可以轻松的告诉你 我不打算在2025年第三季度之前退出市场 好 这指银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坚持看多 并且不知道是哪里的新闻 特朗普要在讲话中提到比特币 那如果他提到了 指银哥说的话真的有可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指银哥的观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一小时的报藏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多的人和开空的人差不多 庄家涨到67,550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报完 空军量能最高3.1M 庄家涨回65,500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报完 多军量能最高2.9M 然后比特币的全局报藏图来看 目前价格附近依然没有什么量 以太坊同样看空的人和看多人差不多 量能都在1.8M左右 但是以太坊的全局报藏图跟比特币有点区别 就是目前价格附近开多人要多一些 他们的报藏会在3000附近 量能不大只有1.8M 不做参考 从来看 昨天晚上这轮上涨非常漂亮 不玩我们本周一直在看多 其实本周看多的话会有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狗庄在不停的洗盘 并且不停的在做假农作 但是庄家依然还是拉到67,000 完成了柳一东柳大叔的X浪是吧 接下来走势又到了这个环节 有可能回调 有可能继续上涨 就目前的市场情绪来看 狗庄还是有可能往上拉一波的 下个阻力位在67,000到67,500 能站上去就看7万 站不上去可以开个空单 但是有一个观点我跟米哥很相似 就是最近开合约不太好开 如果你怕错过的话可以开现货 没必要一定要开合约哦 合约的话争取当天开当天获利了结 不要隔夜不要长池哦 好今天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报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